而且是也是信息什么都不多 这一局你让他起推都有点难度的 看三千万能不能给他刷一个那个圈形的边缘的反坡给到他 这样的话 哎呦旺仔 TMA这个分彩站的位置很多很大啊 这样IFTY进圈的角度也不是非常多的 而且 路路里面没有漏 旺仔这个跑位很明显不知道里面有人的 队友其实观察很久了这房子没了 就是天路他没有任何的视野 盲扎也没有什么好的起推点 就最好的可能说 FM的脚下找一个不吃枪线角度的位置就跑着 真不好扎 是但这波教堂已经被连打逮捕了 车胎 打中了 萨萨的一波反打 打掉了Galby 但是这个点位还是很低 我直扎水场啊 这波天路真的贫 真是无奈之举 这个圈形卡到天路 没位置去 我们说牛海皮有点难 其实最难的就是天路 是的 他这波是直接一脚油门是踩到了水场附近 到了那个17所占领的一个区域 做了这个街车的准备 撒得被放倒 随手是主动拉出 侧线封烟拉到一个圆盘的高点 拉出一个好的视野枪线 那近点队友过来支援 侧翼还有小鬼的加强 那这个地方 巨头啊 17无双团灭到天路 这局天路真的没位置 找机会下车摊 防碍一下DT下一步的进程 IFTY找到圈边的一个长条防线过渡一下了 他这个点位也只能等一下这个圈形的刷新 看能不能等个机会 一个二的分彩 这部RBS没有所得直撞而是选择继续往圈里行进 这一侧一杯比被连打带补 不过后面只要TMA集合了丢道具什么 IBS也很难打后续圈形 这个位置就是暂时的点 他很容易被包围 真的很自闭啊 这种点 一旦被知道这种队伍 高星在丢道具 给了一枪投 在呼唤雪梁一直在peak 坦克一丝线没有收 反而再次进攻 把高星放倒 旁边的队友在拉手空间 坦克已经发起了冲锋 上来要补人 挖满还没到位 高点木子已经踩下 是的 由于屁股的话巨幅来了 那么在背后加点的这个来水 MCG是踩住了一个高点 是比较好输出的 看巨幅最后的一个机会的把握了 王马出枪放了 一把AUG 顶了T9的脸 SMS被拆开打了 但是577的击倒 石头后面刚好露出了身位 缺好极限 这一波其实北部 等于是一个换分的一个想法了 巨幅等待圈边打完之后 看能不能收割残局 他离却就是一步之遥 这我看MCGDT和悟空打出的结果 雷CMS已经是 应该是没了 雷CMS已经被淘汰了 他被三个角度包围了 真的蓝圈往前贴 四圈的伤害还是比较疼的 刚好出燕线 哇 577这波反应好快 直接秒了Summer 目前DDT 三人还能找机会输出 感觉打回合去 这一波看能换多少分了 是你一分我一分啊 大家还是好兄弟 龙子船在看家啊 然后被攻了 小鹿侧面那颗雷把玉给大佬 这样反坡自己可以去贴 然后高点同事绕过来一个人 高低的一波包围 龙跟灯扶一下 龙子船这个反坡倒的 要不要起烟呢 直接扶 嗯 还想把雾虹给打开掉 全面卡完 去帮忙架枪 嗯 哦 这把手雷 捕了一个 小海找机会啊 绕到了这个蓝楼的侧翼 看有没有影响啊 表层就在乱 右边围墙 把龙子拳先打掉 这蓝拳伤害有点吃不起 小鹿墙先进圈 好 武功直接拉出来脚 打小鹿白脚一够 哦 这 枪压的是比较稳的 对手没有漏啊 右上角信息就在注意看着 最终小鹿是被卡住了这个反坡 东边FTY跟TMA 这个圈边的遭遇 只剩薄梁了 哇这个三倍反应很快啊 把薄梁打掉 FTY也被淘汰了 那TMA车 可以走上 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机会等到了 嗯 就是这样的 你看这局的圈就往南部靠了很多次嘛 然后NYP刚好是卖了 明明把鸭皮先放到 那牛海皮已经发现了 TMA没得玩了 啊还是最后一个位置锁定了 就在这个反坡或者石头的后面啊 周平炎打得很大胆 直接拉出啊 开始扔投掷物 位置锁定了 再一颗手雷正好被石头挡住 第二颗补上位置锁定了位置 看臂力了 我又出一点点 对正好挡住了 周平炎的臂力都不够谁够呢 哈哈 他那个角度其实侧一点的话 应该是能擦到的 不过有蓝圈的一个收割 应该是能卡住了 另外一次巨幅 北部呆了很长的时间 啊 DT是直接想在两个土路的 这个土路的中间找一个机会 但是巨幅的点位更高 又是一波北部圈面的换分的一个情况啊 对 DT是想让 天霸牵制一下巨幅 然后自己在下面躺一会儿 没什么办法 DT这位置就是很自闭 道具什么的都没了 小宇宙只能靠近了解决 看能不能扛过这一截 如果这一截扛过的话 这个反坡还能作为起推点 哎 能找机会拉 但是天霸要不要给机会 知道反坡人并不是很多 主动拉出了已经 来 就完全是漏在天霸的脸上 就连个可以起推的锅点都没有 来看看崔晓的枪烫不烫啊 17时候被人头给收了 崔晓打了半天 击倒也是17 这个数据实时收 我目前是翻开 你开了两个头了 前妻一个现在一个 哎呀舒服啊 再来再来做一招 这一招三了 这雷的角度还不错 前队友 这可不是K的 这是抢的 这个手雷漂亮 枪配雷 两分到手 是的 这个还是要靠近 只能从这个点位往前推 直接走 马路侧的话是个大平地 这个一漏就要被打 但是17把这个水炒 防得很严密啊 小鬼可以考虑撤一撤了 大猴来了 想要来劝了 想要瓜分一下 牛海皮的分数 哇 这个牛海皮近点有人 头顶有人 但这一波输出是放倒了 这个水炒内部的小鬼 渴不出来了 似乎有这样一定的风险 这个手雷哇哇 扔在两个人的中间啊 都吃到了一点点伤害 幸好闪的够快 两点伤害 哈哈哈哈 擦了个瓶啊 拽了一脚 好 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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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头 17倒俩 这个信息 CTG值得来的 后面千万也来劝了 这直接 瞬间17也被淘汰 变成了四打四的决赛圈 这辆车拉出来了 这辆车拉出来了 这辆车 这个车已经是 这车要打赢了 给咱们MVP了 真的是伤 还是一个护驾的状态 没有想到活下来的是零强啊 这样四打三 进展 能够听不到 完全靠反应 打过来 王小三 前把 有机会二打一 打对面反坡的一个零强 还有雷 側面小棠 没有 上了马路 基本就结束了 马路这个位置 打墙子白打 好 恭喜天霸 在第四局里面 成功吃鸡 第一位第二名 都是65歳了 1764分 好接近啊 好刺激啊 好刺激啊 好刺激 确实 好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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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